傅里乡长陈荣冲罢免案在28号举行投开票作业 受天候影响及乡亲民众低调保守态度影响 一整天各个投开票所是冷冷清清的 而最后的投开票结果呢 由于罢免的票数没有达门槛 因此整个罢免案是被否决的 花莲县自治史上第一个罢免案的傅里乡长罢免案 今天举行罢免投开票作业 一早各个投开票所投票人潮零零落落 显得有些冷清 傅里乡这一次乡长罢免案 投票人总数为8607人 下午5点多投开票作业结束 同意罢免票数为974票 不足投票人总数的十分之一 投票结果为否决 面对投票结果 乡长陈荣冲在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 虚心接受各界对他的指教 也将谦卑再谦卑继续为敌方努力建设打拼 那我们就是尽量在谦卑在谦卑 然后把我们整个地方物理的建设继续努力 把他争取 感谢我们这些的支持的乡亲 还有村长代表 至于他罢免我的人 我们就是要细心的接受 可能我做的不够好 那其他的地方 我们要再一起请议他们 请议这些人罢免我的人 然后我们我做的不好地方 我们尽量来改进 华丽县选委会统计 这一次不理乡长罢免案 投票人数为1089人 投票率为12.65% 有效票为1056票 而其中同意罢免票数为974票 不同意罢免票数为82票 无效票为33票 由于同意罢免票数不足投票人总数的十分之一 罢免案投票最终结果为否决 乡长陈荣冲继续担任副理乡长职务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